大家好,那么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布鲁塞尔8月20号电,欧盟委员会新闻稿表示,欧盟委员会8月20号向有关方面发送了有关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草案,最迟将于24年10月实际征收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关税进行了调整。 根据这次公布的文件,不同制造商的最终关税比亚迪17%,而不是之前的17.4%,吉利19.3%而不是之前的19.9%,上汽集团36.3%而不是37.6%,同时以单独计算特斯拉的征税率是9%。 欧盟委员会7月4号表示,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生产中存在政府补贴,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反补贴关税,于7月生效的临时关税,意味着现阶段需提供银行担保,无需马上支付关税。 如果欧盟最终决定征收这一关税,这些关税的实际征收或将在秋季启动。 在此之前,布鲁塞尔表示,仍有可能与北京达成协议,并最终解决关税问题。 也就是说,欧盟开始降低中国和美国,特斯拉在欧盟出口汽车的关税。 欧盟下调中国和特斯拉的汽车关税的原因,其实和中国对欧洲的猪肉产品经反经销调查有关。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欧盟的猪肉有一半是运往中国销售的。 猪肉虽然在中国与欧盟的整体贸易中占比不大,但是反制一旦实施,对许多欧盟国家的农民将造成巨大影响。 农业,农民将上街抗议,会影响欧洲的整体的稳定,让欧洲的政客会失去农民的支持。 所以欧洲现在也在对中国的汽车关税重新进行调查,或者叫重新进行调查。 现在中国正在通过和俄罗斯的合作,扩大从俄罗斯的猪肉进口。 俄罗斯方面认为,未来的几年,随着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紧张,俄罗斯将占据中国,也就是全球最大猪肉进口市场10%的份额。 去年9月份,中国海关总署取消08年开启的俄罗斯猪肉禁令,规定在严格检疫下准许进口俄罗斯猪肉。 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的价值是35亿美元,欧盟猪肉供应商占据51%的份额。 今年2月份,北京批准三家俄罗斯生产商向中国戳口猪肉。 在俄中两国全面对西方不断加剧的制裁下,俄罗斯向中国戳口肉类加工,加深了中俄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 同样是20号,世界排名第一的半导体制裁商台积电的周二,宣布在德国东部启动了欧洲的第一家工厂。 该战略项目只在将这些关键部件,部分生产转移到欧洲。 欧盟委员会批准了51欧元的援助,随后台积电周二启动了位于德国德雷斯顿的半导体工厂的建设。 这个工厂将成为欧洲汽车行业重要供应商,给欧洲的汽车提供芯片。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支援官魏哲嘉CCV, 在德雷斯顿出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开工仪式。 台积电集团计划投资35欧元,持有该工厂70%股份, 其余30%由荷兰的恩智浦集团,德国的英菲林集团,博士集团,各占10%。 项目位于德国东部半导体工业中心,归萨克森, 其历史追溯到东德共产党时代,项目总额是100亿欧元, 根据欧洲芯片法批准最大一笔拨款,也是德国的第一笔拨款。 欧美晚会主席冯德雷在德雷斯顿举行的破土动工仪式上, 将该项目称为双赢的目标。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支援官CCV表示, 该工厂将有助于拉近台积电与欧洲客户之间的距离, 目标是27年底投产。 该工厂预计每个月生产4万块300毫米硅晶片,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将直接创造2000个工作岗位。 过去三年,从英特尔再到革新, 德国各地工厂开工成倍增加, 并伴随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补贴。 路透社表示,台积电是全球最大半断体供应商, 该公司在欧洲开展的首个项目, 应能够使欧洲减少对其他国家芯片的依赖, 避免出现新冠流行期间芯片短缺。 目前,绝大多数的电子芯片生产都在亚洲, 尤其是台湾。 由于供应链动荡,解放军对台包围军演, 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 希望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生产。 台积电本身也开始了工业基地的端化, 开始撤出台湾, 计划在台湾以外的地区建厂。 台湾是自制岛, 与中国大陆的军事、政治关系紧张。 从现在来看, 欧盟正在利用台海的紧张局势, 逼迫台积电, 不光到美国投产,还要到欧洲。 而且和中国打贸易战, 限制中国的电动汽车。 那么也就是逼什么, 逼你这些电动汽车到欧洲来设厂。 台积电也到欧洲设厂, 中国电动汽车也到欧洲设厂, 大家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因为实际上, 欧盟和中国打的贸易战目的是, 在中美贸易战同时进行的时候, 来个中欧贸易战, 然后逼各小国到欧洲投资。 来让欧洲也整合各自手里的资源。 这就是我说大的, 强大的经济体, 最后会在贸易战的结果下来整合资源。 而像台湾, 像这些小的经济体, 他们最终会被掏空, 也就是说不得不把自己, 看家本领, 献给欧洲和美国。 但是现在看台积电呢, 目前已经把这个能力分散了, 不光在美国设厂, 但是美国设厂呢, 获得了30多亿美元补贴, 现在一片芯片也没生产。 到欧洲未来呢, 能不能生产出来, 现在不知道。 但是欧洲这个电动汽车, 欧洲正在对中国进行这种关税战, 也要逼中国在欧洲设厂。 那如果中国电动汽车未来进入欧洲的话, 那也会大量采购这个芯片。 那如果欧洲的电动汽车未来, 它的整个的电动汽车落后于中国, 也就是中国电动汽车整体超越欧洲。 那么欧洲即使能够生产电动汽车的芯片, 但是规模也不会太大。 所以从整体上看, 现在你看中美也在贸易战, 不过中美贸易战的结果是中美牢牢掌控了各环节, 牢牢控制了几乎从稀土, 也就是说芯片上游的供应产品, 稀土到下游芯片, 再到下游的所有的供应链, 全部被中国和美国牢牢掌控。 中间这些小国根本没有话语权。 所以中美贸易战最后是中美在整合所有的产业资源。 欧洲看到这一点以后, 现在也和中国打贸易战。 打贸易战的结果也是要自己获得自主生产能力。 台湾反而被掏空了, 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大国之间的贸易战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这些小的经济体, 它一定会被掏空, 它必须选面战, 而且它要分散。 最后你看到现在就是台湾跑到德国去建厂, 跑到美国去建厂, 台湾又在那儿, 又在中国南京也在建厂。 台湾现在它没有什么能力和这些大的经济体对抗, 因为它生产完芯片, 它就必须卖到这些大的经济体。 那大的经济体就拥有什么? 拥有市场的优势。 我来买, 我是买家, 所以你必须来我这儿建厂。 人家打贸易战的结果, 你就要想把东西卖到人家那儿, 你就必须得去建厂。 并不像很多台湾人想的, 说台积电给中国限制了, 中国就完蛋了。 你问台积电敢不敢限制? 研究出那个东西几百亿美元, 卖不出去钱, 账收不回来, 它这个东西下一代就没法生产, 倒霉的是台积电。 听懂了吗? 而中国有稀土, 可以和美国去交易。 所以中国的芯片和美国和台积电之间,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是你生产, 但是你必须往世界主要的市场去销售。 所以其实是公平的, 很多东西都是公平的, 在进行贸易。 只是现在中国和美国掌控了所有的通道, 所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通道。 这个台湾你可以看, 它反而是失去了所有进出的通道, 被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卡了脖子, 就通道给你卡了。 那它就必须把什么? 把技术分散到各地。 再说回电动汽车, 那现在来看, 中国电动汽车, 未来和欧洲之间, 它这个关税战可能还会有变化。 欧洲如果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话, 欧洲它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 特别是欧洲的这些农业产品。 另外欧洲的有一些工业产品也会受到限制。 那你想一想, 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以后, 那不需要你欧洲这些产品, 你欧洲想要向中国倾销, 想要向中国出售, 那你就必须到中国来设厂。 听到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在加速向中国投资。 因为德国知道, 它是靠什么? 靠工业起家的, 德国就是靠工业, 它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中国制造。 那么未来欧盟和中国发生贸易战, 德国最大损失。 所以提前它要把什么? 它要把工厂建到中国去。 即使有贸易战, 我就在中国生产了, 不会影响到中国和德国之间, 未来的合作。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战, 未来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欧洲的对中国的很多的限制, 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 欧洲未来能对中国限制的东西会有点少。 那个时候, 中国反而能够反制欧洲, 因为你欧洲的很多东西要卖到中国。 所以欧洲现在拿中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即使能够限制中国有一些东西, 但是中国更多的是在什么? 是在高端产品上和欧洲竞争了, 已经不是在过去低端什么袜子裤头, 那种非常低端的中国制造方面, 跟欧洲去竞争, 而是在高端, 那么也就是说高端生产制造, 我还利用你德国的技术, 把我整体中国制造提高, 利用你欧洲的技术反而超越了你欧洲的产品。 你怎么跟我竞争呢?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 中国现在在玩自由市场经济, 而美国、欧洲在搞关税贸易战。 那最后的结果, 其实就像当年英国崛起时一样, 我的这个珍妮仿杀机, 我仿出了这个布匹, 我到全世界去行销, 原料进口最便宜, 技术进口最便宜, 卖出去也是最便宜, 我永远拥有技术和产品价格上的优势, 统治全球, 冲击你全世界的市场, 而你其他国家, 你加了关税, 进口的东西贵, 初期东西还贵, 又加了一层税, 各国家之间打贸易战, 又加税, 你加了税以后, 我不加税, 我最后东西还是比你便宜, 质量还是比你好, 看到吧,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现在竞争中国的低层逻辑, 反而中国现在有点像当年大英帝国, 我强, 我知道也强, 我那麽就什么都, 什么都不管, 我就是来自由, 自由贸易, 反而西方现在落后, 落后他就加税, 进来收你个税, 出去也收你个税, 层层加码, 层层加税, 那个东西能不贵吗, 贵有人买吗, 怎么和中国制造竞争, 所以欧洲现在看, 他未来电动汽车也好, 工业生产产品也好, 还没到飞机哪, 飞机也是一样, 他根本和中国没办法竞争, 没有办法竞争, 所以你看这个人类社会啊, 各种这个贸易战也好, 各种金融战也好, 他都是循环的, 当年这个英国和清朝, 英国和全世界进行这种贸易战, 英国就是自由贸易, 打败了全世界, 几百年以后回过头来, 现在中国还是和英国, 还是和西方, 又玩的这一套, 只是双方对调了, 中国更强大了,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中美啊, 中欧的贸易战, 你会发现又回到历史中, 又回到历史中, 非常有趣, 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个相关英国啊, 他这种自由贸易和各国家之间啊, 各种啊, 进行的这种关税战啊, 你看里边和现在是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中国成了英国那个角色, 中国制造啊, 当年英国的说法啊, 英国当时向全世界也叫清销, 懂了吧, 叫产能过剩, 英国那个制造出来的东西也是产能过剩, 没得以UK吗, 那现在中国也叫产能过剩, 也说你东西清销到全世界, 各个国家打贸易战, 和美国还打贸易战的, 这非常相似的啊, 但是最终的结果你看到了, 全世界新崛起的国家, 首先是你的产品在全世界啊, 走向全世界, 你所有的产品, 你必须要进入全世界市场, 有产业链, 供应链完整的控制权, 随后的英镑啊, 你现在你看那个英镑的价值, 就是因为Made in UK, 英国制造奠定的基础, 大量的获得贸易顺差, 然后去玩金融, 听到了吧, 德国啊, 德国马克, 欧元也是德国制造的基础, 欧元, 它的价值也是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讲, 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未来, 随着中国制造走出去, 人民币的价格, 其实就是英镑和欧元那个价值,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一比七, 产业升级结束以后, 可能和欧元未来会一比一, 和英镑甚至会一比一, 甚至会超越英镑和欧元, 这都有可能, 只要你强大的制造业, 你会获得大量的贸易顺差, 那未来的中国, 整个的汇率非常恐怖的, 会有大量的外来人口, 到中国反而去打工了,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时间, 但是你只要相信, 制造业做大做强以后, 你未来, 你整个的, 你在这个世界, 贸易空间, 或者叫贸易, 这种循环内, 你将占据主导为止, 你将拥有超强的能力, 你的金融, 你的货币也是最强的, 这在历史上一直被验证, 后面还有个made in USA, 然后还出现一个made in Japan, 日本, 日本制造, 都是把他这个货币推向市场, 美元, 英镑, 还有德国的马克, 也是现在欧元, 你看到他背后的支撑全部都是工业, 全部都是工业, 所以这一点上我一直相信, 人民币的汇率被人为的极端的压制, 它正常的汇率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资本在资本未来会回流的, 资本会寻找未来有生殖潜力的地方, 所以人民币资产是被人为的压低的, 再说回电动汽车, 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工业产业这种升级需要个过程, 但是中国的强大的制造业已经让欧洲非常紧张, 未来还有大飞机, 现在这炒作是欧洲停飞了中国的航班, 它停飞它的吧, 我坐中国航班飞, 从俄罗斯北边飞, 挺好的, 时间还短, 你要飞那德国那个飞机, 你得从赤道飞, 绕地球真的一圈了, 原来十个小时不到的飞行, 你干12个小时, 13个小时, 绕飞还贵, 那未来中国的大飞机, 你既然和俄罗斯长期, 你不能飞越俄罗斯领土, 那你欧洲这些航班, 你就只能飞单一航线, 在欧洲内部, 或者是绕俄罗斯北极航线之外, 飞其他地方, 我中国反而可以在全世界飞, 包括俄罗斯领空, 那我如果未来我中国的航空公司, 大规模采购中国的大飞机, C919造成什么局面, 是不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通过和俄罗斯的合作, 通过走俄罗斯的航线, 能够扩大市场规模, 扩大中国的C919机队, 就帮助中国的飞机, 也在进入新的航线, 进入新的市场, 看到了吧,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产业升级, 很快欧洲到25年, 就会给中国试航证, 也就是中国飞机可以在欧盟机场降落, 那俄罗斯和欧盟的战争还会持续, 绝对不会停止, 欧洲的飞机一直不能飞俄罗斯领空, 那中国又获得欧盟的落地许可, 中国飞机可以在欧盟机场起降, 中国的机队可以飞行俄罗斯领空, 欧洲人想来中国, 想来东方, 就必须乘坐中国的C919, 你看这所有的东西, 欧洲把自己陷入, 欧洲把很多的市场又让给了中国, 欧洲和中国打贸易战, 那结果呢, 中国的自由, 市场经济, 中国的自由, 免关税, 对吧, 我放开, 反而扩大了我的出口, 扩大了我的整体产业升级, 用英国那一套打败了西方, 历史又重远了, 那最后贸易战的结果, 美国又有自己的供应链了, 我审批, 中国又有自己的供应链了, 我造不来芯片, 我自己完成了本土化, 我自己也能生产芯片, 欧洲也完成了贸易战以后, 也完成了自主生产芯片, 中国欧洲和美国, 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了, 你再看下边, 原来给各个国家供应的这些小国, 或者叫小的经济体, 他们反而想进入各个实体, 都必须通过审核, 他们反而被三大经济体掐住了脖子, 不老实我就掐死你, 不让你进, 为啥? 我能生产了, 不需要你了, 那么他们的未来, 台积电未来, game over了。